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手我看见以后不是害怕 而是我想到后面要怎么办呢 有一个护士就过来说 你哪里受伤啊 我说这里有些血浆假写 是现场的 他说是不是你姐里受伤 我说我姐姐 我说护士啊 哪里啊 我说这里啊 他一看我的手指 他不敢看 他自己哪个护士不敢看 我说这里 他说好好好 你放下来 就医生就打针啊 把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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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就回到主里面 就继续拍啊 没办法了 还是要去练了 所以你们重回重看那个技术 我打那个沙包 打人啊 什么都用右手 因为打不了这个 很痛啊 从一个普通小生 到被观众评价 连与伟文都性感的男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当演员 我是很老实的一个年轻人 你也是的 你这么老实 积深星光璀璨的香港影视圈 凡人张家辉 靠什么与人竞争 一步步成为影帝 每个年的长龙大哥嘛 打你真打 做所有事情 文化就是这样嘛 你不能脱离你的文化 你在每个电影里面 你都这么去逼自己 可能我自己 在演戏方面的欲望太大了 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坚持下去 你看到多少人没机会嘛 你有机会熬出来 你就拿命来换吧 欢迎收看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专访张家辉 有机会熬出来 就拿命换 张家辉在表演道路上 做过不少挑战极致 颠覆离奇的事 2013年 张家辉在电影《机战》中 饰演一个MMA综合格斗拳手 为了呈现最真实的角色效果 个头不高 身形偏瘦的张家辉 每天坚持锻炼六七个小时 用了九个月的时间 疯狂增肌 最终练出一身铜墙铁壁 那时张家辉已经45岁 训练难度和付出的艰辛 可想而知 又要封电一次 就是那个《机战》 林秋贤说 你要当一个拳手 你做一些运动好了 我说运动不够了 我一定要 这个走出来 拍我前段戏 全部分的穿一些很欢的T恤 裤子 突然人家看见我是这样的 其实在每一天收工 我都在 每一天都需要保持 你一天两天 停下来它就变小了 吃的也不能有脂肪 它需要很大量 你的肌肉大 你不只需要很多 蛋白质的去提供给你营养 你才有这个身段 把肌肉弄熟以后就砸烂它 你很幸运 那更难吃的 灌一些杏仁的粉 变成一杯 怎样大一杯的 鸡来吃 鸡来吃 就喝吧 天 喝了就来个磕 然后那时候连水都不敢多喝 水有磕 水只是在 我知道接下来这三天 就开始拍那个雷台了 我就尽量少磕水 就脱水 希望把你的肌肉 拉得更有线条 更有心 但是到拍的那天有 叫我吃点饭 有给一些碳水 那不吃碳水 人好像是容易没有精神的 对 每一个时候看到我 那么厉害的一个身体的状况下 其实力气是不够 没有劲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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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妈呀 快看 就是 嘘 中间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没有 我确定了嘛 你自己挑了 为什么有退出来了 你像我平时减肥 我觉得三天让我不吃碳水 我真的要抑郁掉了 很难的 因为我有一个目的 我有一个硬目在我身上 而你们只不过觉得自己肥 不太美的去干 那个推动力不够大 而我呢 我就像死侍一样 去 我就去到底了 就没回头了 就肯定要这样的 你这么拼 这么逼自己干嘛呢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在我的演艺录像 那个时候有那么多机会 让我尝试不同的题材的角色 当然我不是手指断 受香都觉得很开心 当然最好不要受香 但是我还是信心 我有机会去演这些片的 戏里戏外 张家辉都吃尽苦头 非表演专业出身 22岁误打误撞进入演艺圈 在他出道的八九十年代 是香港偶像明星最聚集的年代 刚出道的那几年 因为做过警察 肯吃苦 能扛揍 张家辉经常扮演挨打的角色 成了圈里出了名的挨打男 人肉沙包 你刚一开始是 就是跑龙套吗 其实我刚开始就当男主角 李秋贤先生里面 他要拍一个血井的戏 然后拍完了不是很卖钱 也没什么工作 没有什么人 要特别为你 准备第二步嘛 我就去跑龙套也有啊 端末后的长季啊 副导演啊 帮手啊 都有 不久了 要找我去男主角 就是我给人家打的 要死的那一个 但你家人会很担心你啊 你妈妈那个时候就很 心疼你说就算了 她不能看的 她不能看 我说为什么你不看我的片 我一看到你给人家打 我不愿意看 那个年代成龙大哥嘛 打你真打 所有事情 那个文化是怎样嘛 你不能脱离你的文化 那个时候真打 难不难受 难受 到现在你回看有怎么了 你有看重生嘛 你看到我打得怎么样啊 挺不错的呀 为什么你能打 就那个时候开始呢 从我给人家打得要死的时候 慢慢吸收 慢慢训练 慢慢一直一直 保持着认知动作是怎么回事 然后越打就越喜欢了 我又更多的武器在身上了 张家辉塑造过许多表面看起来是狠毒反派 内心却有极大苦衷的悲剧式人物 这次他主演新电影《重生》 一改以往的全程苦情 从优秀老实的特种兵 彻底黑化成暴力张狂的大毒枭 张家辉还亲自为角色设计造型 金发和发脸反差强烈 就其实是一个特别拧拨的角色 你怎么再切换自己 又是一个复仇的心态 又是一个大毒枭 义正义邪 首先我接到那个计划的时候呢 我想了好多事情 张要那么好人是公公有礼 爱护家庭 爱护孩子 沙旺 沙旺没人性的 谁都不放在眼里 是一个很狂妄的人 亡命之徒的那种感觉 让我更好发挥的 就是在沙旺的那一趴 所以我先从那个作型入手 金头发的那种很粗糙的那些形态 那个巴是怎么了 应该把那个巴拉在嘴里那边 拉在嘴唇那边 太疯癫了 所以我一想起来 我就很兴奋 想到沙旺我就很兴奋了 为什么 因为他跟张要的对比太大了 然后我也故意把他们拉得更远 无形中让我的空间更多 让我那么大的去享受的 那种空间的感觉 我跑来跑去都可以 很过瘾 很爽 就是你想选的角色 都是有一些矛盾在身上的 可能是吧 就这个人是很立体的 可能也是我个人的喜好吧 放在他人的手上另外一个演员去演 可能我不知道怎么样 放在我手我就肯定要把它变得更矛盾 我就喜欢那种 一正一邪的那种人 我记得我刚入行没多久 陈不胜导演 就找我去电视台 拍一个三个年轻小伙子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不同的遭遇 而我呢 我就特别是一个走外路了 但是我外还是 顾着那个朋友的情分 可能是我第一次演这些 反差那么大的一些角色 拍完以后我觉得自己 哎呀 好开心 第二次就是 TVB那个《天地豪情》 我跟你说 《天地豪情》是我第一次看 宁演的剧 那时候我还小 在里面叫《甘亮红》对吧 有一场戏是 是不是把蔡壮分杀了 对 然后是把它分尸了吗 对 真的把它吃了吗 我当时就有心里阴影 因为里面有句台词说 我终于永远可以跟它在一起了 对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要出卖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告诉我 是我误会你了 是有人逼你这么做的 别再说了 别再说了 你干了 让你这一辈子都陪着我 我要成家秀 一辈子都得不到你 其实我五年在亚洲电视 五年在TVB 没睡觉 没日没夜的拍 我不能光一生 一戏都在搞笑 但你一直以来 对自己的人生目标 是非常清晰的 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我知道我能干什么 张家辉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离开 母亲一人 带着他们姐弟四人在连租房里生活 15岁进入少年警校 毕业后 一心想成为真正的警察 行政办案的张家辉 每天的工作 就是在大街上贴罚单 干了四年 他提出转岗 却被上级驳回 年轻气盛的张家辉 毅然选择辞职 在朋友的推荐下 张家辉进入了李修贤的电影公司 因为没有表演经验 他只能从幕后做起 打杂 端茶倒水 收入微薄 老板支持什么 下酒 给我两个控票 好 欢迎收看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专访张家辉 有机会熬出来 就拿命换 你最开始的时候是做警员 所以这个跨越还蛮大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当演员 加入娱乐圈 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是很老实的一个年轻人 不知道是不是 我最喜爱的东西 但是我很给力地去投入 去熬 去干 其实我五年在亚洲电视 五年在TVB 但是因为哪个时候的亚洲电视台 就比较是弱 我就觉得怎么干 都好像没意思一样 把自己变得很亏心 没睡觉 没日没夜地拍 一次就是三天三夜 没有睡觉 你有试过没有 没有 我会死的 我到现在都没有试过 但是哪个年代试过 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自己好像是没有魂魄一样的 有一段说你最累的时候 是脑子已经睡觉了 嘴里还在念台词 是那个时候吗 在TVB的那个时候 就我不停地去拍电影 去出枪片 去演出 回电视台 我在每一个现场 到上一个现场 我就心里面想 我待会一定运倒在地上 那段时间是不是觉得 自己找不到方向感 不敢说找方向 你不熬 那个机会不出来 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坚持下去 你看到多少人没机会 熬了多少年 还在配角 还在排队 还在怎么样 你有机会熬出来 你就拿命来换吧 当我有机会 他们已经看到我了 还在愿什么 更是用心地去演 一一把他们干好 张家辉1991年签约亚洲电视台 由于当时亚视收视弱 无论张家辉怎么努力拍戏 都没有人看 之后 他转向无线电视台 这是无数电视艺人 梦想未知奋斗的地方 张家辉 某族干劲 拼命力足 张家辉真正熬出头 是在1998年TVB热播剧 天地豪情 他是演富家公子 甘亮红 从刚开始的善良单纯 到最后的逐渐迷失 无恶不作 把一个反派角色 演绎得深入人心 那个时候已经红起来了 已经感觉到红是怎么来的了 什么样 欣赏市场那种感觉 就怎么干怎么有 你想要什么就明天就有了 你知道吗 我是香港电视台 周远发 天地豪情走红后 张家辉被王金看中 拍喜剧片 凭借赌辖1999画骨龙玉角 获得金像奖 最佳男配奖提名 不再做人肉杀包 戏也一步接一步地拍 但张家辉却并不满意 在几乎所有人 都把他当作搞笑咖的时候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并做出大胆决定 不再拍喜剧片 努力寻求转型 你本身自己是一个 就很外向很有梗的一个人吗 还是说我就是很内向一个人 应该说是我 我原本是一个挺有 挺爱玩的人 但是有很多原因 慢慢长大是一个原因 成熟嘛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不能光一生一戏都在搞笑 对 没有演重生这些事情的 我总不能两者兼则的 你自己总得有个不同的阶段 你自己选吧 但你一直以来 对自己的人生目标 是非常清晰的 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我知道我能干什么 把一个个冷血杀手 拼命硬汗的形象 演绎得淋漓尽致 张家辉骨子里的狠劲和拼劲 为他的演艺生养 开辟出一条新路 我把他拿回来 2009年 张家辉在电影《证人》中 饰演杀手红金 表面上是毒眼脸伤 凶神恶煞的亡命之徒 骨子里却充满对妻子的无助 和对被绑架小女孩的柔情 观众评价 张家辉的恶让人心惊 善的让人心疼 亲家 过不来啊 亲家 我会救你 找我老婆 找我老婆 凭借电影证人 张家辉一举斩获七个影帝 成为香港电影史上 凭借一部电影 拿下最多奖项的男演员 那一年 张家辉42岁 已经在香港影视圈 摸爬滚打20年 正人的时候拿了影帝 然后人家在台上 一般都是感谢这感谢那 你说感谢自己 对 要感谢自己什么 感谢自己从来就 没有人帮你的 没有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对你来说是二十年 对 哪里有人给你答案啊 哪里有什么贵人啊 我出道 刚开始已经好多人 要捧出来的一些年轻人 我常常都进入那些人选当中的 压师的时候 有好多高层就又见我 又把我捧起来 结果这个人又马上 勒令他炒犹豫了 另外一个又说要捧我 好好好 其实我已经没什么兴趣的 听你们说 结果一个星期 他又拿着那个箱子又走了 那这么多年 这么支撑下去 你的力量是什么呢 喜爱啊 如果我干一个事情 自己是不喜爱的 我怎么会干得好啊 跟年轻人说 你们一定要努力去寻找 自己喜欢的工作 可能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也肯定会遇到失忆 不开心 没动力 但是你要努力地把它干好 人一生总有机会的 当初我自己也找不到 到今天我肯定的可以说 演戏是我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替代的 我让你说 打MMA死得人的 我这二几年 什么都没有做过 我不想到色灯过程 我连一件值得记得的事都没有 电影《激战》 张家慧饰演的 《落魄拳王成辉》 为了再次证明自己 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重新登上擂台 张家慧把自己的人生 形容为一场擂台激战 在最困难的时候 咬牙坚持 你才有可能看见胜利的光 2014年 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张家慧凭借电影《激战》 在与梁朝伟 古天乐 刘青云的影帝角著中 成功突围 这是他第二次 登顶金像影帝 领奖时刻 他唱起电影里的插曲 寂静之声 你从来都没有在你的角色上 偷过懒 没有 是有一些捷径的 我没有必要 把自己弄得这么极致 哪有意思啊 如果不是一样 这个违反我自己 当演员的规条 对自己 总得有个交代吧 人家没有求你 你可能也做些 门面的事情 骗人家 你心里面不老实嘛 不论讲 对自己爱的工作 有一个欺骗的成分 不给力的成分在里面 年轻时候可能 毕竟刚出道 我没得选 但是现在已经成影帝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拼 喜欢啊 可能我自己 在演戏方面的欲望太大了吧 太多很羡慕的角色 一些技术 一些导演 我没机会 你不可能的都 我觉得 有点遗憾的其实 遗憾在哪 遗憾就在一些 我看到人家演 我没机会的呀 比如说哪些 比如说太多了吧 为什么我这不可以尝试解释事情了 我看起来也再没有机会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 人家说张家辉的余伟文都有着故事 就只不过是一个 我看见好的本子好的角色 我觉得随缘吧 很难的 现在另外一个身份是导演 你觉得当导演过瘾 还是自己轻碎上阵当演员过瘾 都有 我在我演员纲尾上 我能拍一些复仇的 警飞的 但是当我 如果你有机会当导演 我就肯定不会找那些题材 去再去拍 挑一些比较偏满的题材 就像最近我 我刚弄好的一个片 叫《熟梦》 就是讲人 一些因果的问题 还有你过去的一些悲伤的往事 会导致你每天做梦 当然当中里面也有一些噩梦 也有一些 净虑的元素在里面 为什么会喜欢这个题材 是自己有经历吗 我想梦是一个很共情点 谁没有发过梦 其实你做梦也不怕 我自己很敬畏梦 我每一次我做梦的时候 我都特意地都知道自己 你要做梦 你看清楚哪个梦是怎么样的 你的感受是怎么了 很努力地去记下来 我每次做梦我都很享受 我现在在梦里面 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一定会做梦 梦见张家辉先生在我的梦里 我都 Elliott 我一只能在水草里面 我都地会担心 我来到到梦里了 感谢观看